在執行企務的時候 在高雄市某個地方 我弟兄這個癱瘓類 有發現到這個癱瘓 在多受這個知名女孩的替代 因為這個價格 這個整體的價格差異其實蠻大的 所以引起我們的同學的助力 進而來向上悬查 來破獲我們上海地區這個製造環境的工廠 那我們調查發現 這個許訊犯嫌 它本身就具有這個製造五菌模具的基礎 那因為建這個知名品牌的 它的知名度不管是在國際上或在國內 它的知名度是很大的 也盡於這個市場的傷心 所以它就利用公司本身的基金 來製造、廣照這些知名品牌 這個商標這個彼帶口 並且還在公司的廣告上來刊登說 讓這些品牌是受到原廠的授權 進而誘使這些消費者 以及店面商家來購買 摸取不把暴力 那我們說服它花的時間大概有10年之久 這個單件我們調查完畢以後 我們以違反商標碼來一起避免實地偵辦 那我們提供一些簡單便室的方法 譬如說這個知名品牌的這個珍品 它本身它是由貴包裝盒以及調碼 而且只有在國內的這個百貨公司的專櫃 才可以購買得到 而本次查貨的房間呢 它就是在路邊攤 或者是往上上來就可以購買得到 而且它也沒有這個包裝盒 也沒有這個調碼 這個部分呢提供給消費者 在購買的時候一定來注意 就去問了 這個答案 就是在借 fighting 的法ance ge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